欢迎来到有声书评 我们透过人语书的对话书对人的启发 陪你一起聊阅读聊想法聊行动 今天呢我们要来介绍这本书 这一本书的书名 我不晓得你听了之后你会觉得很有兴趣 还是天哪我不想要知道这种事情 就是我不想要 我不想要理解人性的这一面 这一本书的书名叫做没有良知的人 然后副书名叫做那些让人不安的精神病态者 这边精神病态者我先简单的先区分一下 不是我们想象的思觉失调 它是我们在心理学上 这本书在探讨是我们在心理学上 很大一个篇章会去写到 但是实物在操作上面 其实很少有医生可以明确的说 对你就是这个 可是其实我们都会隐约闻到一些 这个人不太对境 怪怪的 那个怪怪的是指他的人格是有为常的 好 那先前我们也聊了蛮多这样的书 像生存之书 然后四趴的人没有良知 那这一本再加上这一本没有良知的人 没有良知是一直被提到的Q点 那开宇你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 为什么你今天会想要介绍这本书 好 这一本书 我一直觉得每次介绍 这一个类型的书 我把它当社会教育 因为如果从频道经营跟点阅域的角度 其实这样的书是不讨好也不讨喜的 因为它探讨的是人 人性跟人的行为 还有整个社会结构里面的黑暗面 这些黑暗面你在讲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勾起我们一些不舒服的感觉 而且它其实除了不讨好之外 也不讨喜 因为在讲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能会看到自己跟别人身上 或许有类似的影子 然后很多人就会开始狂贴标签 那个谁就是这样的 对号入座 但是这是一个矛盾 如果我们没有把它揭开来谈 没有把它放在阳光下 让大家去理解 我们很容易自我合理化 比如说我们在做个案辅导的过程当中 你常常会遇到一些个案 他已经陷入了一个很明显的危险的关系 他可能已经明确的被伤害了 但他内在是不是不断合理化 觉得他有一天会改 有没有 觉得他只是 他是个王子 只是我还亲的不够 所以他还没变成 从青蛙变王子 或者他是个公主啊 他需要我保护 对对对对 或者是我只要用我的爱心跟耐心 有一天他一定会改变 是 那这个其实事实上在我们 这一个危险行为啊 或者是病态人格啊 精神病态啊 这方面的研究里面 其实是很令人绝望的 因为我们只能去揭露出这样的现象 然后让我们在 所谓的正常人的部分 你怎么把护自己 好 但是如果积极的 你说要怎么去导正他们 我讲 我讲一个里面很有趣的逻辑 就说我们常常会以为 这些精神病态者 是需要被治疗的 被导正的 但回到他们的主观失劣 世界的 什么病态 什么适应不良 他们自我感觉适应的超良好的 我现在瞬间想到好几个人民 对对对 但我不会就说出来 所以我说 所以我说这本书 他处理的主题本身 就是不讨好也不讨喜 是 可是很妙哦 出版社在书腰上面挂着 一个文案叫做 心理学不败长销经典 这本书而且他已经出版 一阵子了 对对对对 他在台湾是2017年10月份 原流出版 但他的原版其实在20年前 应该原版就出来了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有趣 我觉得如果从一般 一般读者你我的角度 我们可能会有一种 好奇跟窥探 可能也会想说 万一我人 其实人家说4%的没有良知 25就有一个 其实是很容易遇到的 豪然率是高的 那我们说 其实关键不在于 我们要怎么去对峙他们 对付他们 我觉得这是一个 从很多角度去研究 它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演化的必然 我在这边都讲得 很保守的原因是 如果回到这本书 作者的出发点 从最严谨的 科学研究的角度来说 这些都没有办法 成为定论 所以在读的角度 我说他 他本身他自己 在刚开始的时候就出场 说这本书是从 实验心理跟认知生理 心理学作为出发 很多人也在读了他的书稿之后 一个诟病就说 你怎么都没有探讨 童年经验 心理动力的角度 他说他不涉及这个 为什么 因为心理动力有时候 很容易让别人听得很舒服 他不断地把一些 行为或者状态 找一个合理化的解释 但他是无法验证的 他会变成循环论证 你现在为什么这个行为 因为你的原生家庭 或者是反过来说 因为你的原生家 也这样 所以你有这样的行为 但他无法做 他没有办法做操作型的定义 那如果你的原生家庭 这样 如果你有兄弟姐妹 为什么他们不会这样 是 这你提到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就如果从 最严谨的科学角度来说 对 你的这一套逻辑 如果成立的话 那你要怎么解释 这么多人 他可能都有 童年的受挫经验 但他没有衍生出这个行为 不会长成这个样子 而且如果就以 统计的角度来说 这种人搞不好还是多数呢 所谓的 不造成伤害行为 跟心理议题的 反而还是多数 所以我说 他不讨好 也不讨喜 但是他为什么 他为什么需要介绍给大家呢 因为我觉得 他是一个生存的必读书 就像刚刚说的 我们真的要遇到 有点状况的人的几率 其实很高 蛮高的 而且你会不会发现 我们现在的时代 尤其当 整个现代科技 网络各方面 兴起之后 你会发现 我们现在很推崇 做自己对不对 我们看到一些 在网络上 很能够展现自己 很有个性的人 他做了一些 我们做不到的事 他说了一些 我们说不出口的话 我们反而会崇拜他 对 但其实如果 从人格为常的角度来说 你再增强他 从这一本书的角度来说 其实他们都是 类似的精神病态者 而且你看到的 只是他们的公众形象 在他们公众形象的背后 可能他亲近的人被他剥削 常常有时候我们在社会上 常常挖出一些臭不可闻的状态 就是这样子嘛 就是丑闻嘛 丑闻嘛 就是他表面上这样 他怎么去做那些事 其实如果你真的了解人性 你有研究 从这个角度出发 你会发现 这完全可以理解 而且你会觉得 这没什么好意外的 是是是 所以讲到这边好暗黑 有一点点 但是我会觉得是 如果真的更懂心理学的话 真正的心理学是不排除 去讨论黑暗 去讨论阴影 而且你必须要去认识这件事 如果你的人生总是想象的很美好 或是把人都想的很美好 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对 对 所以我其实有点担心啦 我在准备这本书的时候 有点担心 有点担心 点阅率会怎么样 然后有点担心 底下的会不会有一些 而且他这个主题 有时候还蛮容易引战的 因为一定会有一些 积极正面思考的人觉得 我们应该看人的良善面 去增强良善面啊 然后再来有一些 就抱持着无比暗黑的角度的人 就会觉得 你看我说的是不是这样 而且甚至于会觉得 我说的不够到位啊 或等等的 所以这个主题本身不讨好 也不讨喜 也不好谈 也不好谈 可是我其实无论在 在我们制作内容 或者甚至我在上课 我有机会都会跟大家 带一点这个东西 不是因为 不是什么人性本善 或本恶的角度 而是回到一个 如果人类在演化的场合当中 这是一个演化当中的必然 这是一个演化当中的必然 因为你要怎么去理解 那些 那些 为人类文明造成突破的人 他是创意 还是他其实本质上是反社会 还是会造成人家创伤 对 对 其实你看 尤其像我接受的人格心理学训练 我们有一大很快 很大的一块叫做 心理学 心理学史和那个生命传记 我们真的去研究很多 所谓名人的生命传记 比如说爱因斯坦 渣男一个啊 很渣啊 但是他的公众成就 掩盖了他的渣 还有他的 或者是你 你不能把这两件事情 放在一起讨论 你无法放在一起讨论 是 对啊 还有很多 其实现在回头去看一些历史人物 他们也是大有问题的 是 是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待会我们谈到这些 在作者里面说的精神病态者 他们的主要症状 在讲的过程当中 我们甚至于都会很惊讶地发现 自己身旁的人 甚至于包含自己 都有这样的因子 是 所以 其实先说啦 这本书的作者 他当初 投入这个领域 他最刚开始有一个很大的感触 就是 我们一般在评鉴一个人 是不是有问题 是不是都用量表 自成量表 对 自成量表的意思就是 你自己觉得 你是经常这样 还是偶尔这样 还是不成这样 对 就这个叫自成量表 然后他就针对这件事情 大家吐槽 因为 他自己 因为身为一个精神科医生 他在监狱服务 他就发现 你知道吗 他所服务的监狱 已经不止一个 里面都有那种 比较高智商的犯人 发展出题库 你知道题库是什么吗 就是你去写那些自成量表 今天如果你想要 让自己的某些状态多一点 因为在监狱里面 你有某些围场的状态 他可能会帮你 分派到比较轻松的工作 或是单人房之类的 或者是单人房 你最近如果你想要去那里 你就怎么写 可能就会被派到那里 然后你最近如果想要争取假释 你怎么写 就会让 就会 就会呈现出来的是 是这个适应良好的 已经有 已经不只有教化可能 而且有教化成果的 他们真的聪明到 可以完全了解 社会规则 社会游戏是什么 然后运用它 我其实最可怕的是 你刚才讲的那个 还叫做我们一般的 common sense 那些人他 因为我们自己 做过心理测验之道 而且我们做 我们讲的不是趣味心理测验 是严谨的心理测验 有没有 那些人聪明到 他可以去破解 是啊 他背后的计算逻辑 去操弄这个心理测验的性效度 我觉得这很可怕 可是反过来说 如果你真的了解 什么叫做病态人格的话 你也不会觉得那么吃惊 你真的不会觉得 他们其实是玩弄人性的高手 而只是 跟一般人最大的差别是 我们会因为玩弄别人 感觉到罪恶感 我们会因为别人的受伤 感觉到难受 但他们的身心发展 没有这一块 我知道我打你 你会痛 但我不在乎你痛 有有 这个在科学研究上面 好像已经证实 他们好像大脑 就是少了一些激素 其实只能说相关 相关 因为具体的证据还是没有 还是很薄弱 还是很薄弱 对 但多少有一些就是 可能就是有些人 他是一个激素 某种激素 我记得M什么开头的 其实最近这二十年 这很乱 因为一出来一个就被吐槽 一出来就被吐槽 所以我们学这方面有时候 读的也是头很痛 这样子 对 那后来他本身就发展出一个 关于这个 精神病态者的一个减合量表 他就不是给 给对象去写自成量表的 他是用 你是测不出什么结果 是的 他是用那个行为 跟他在关系里面的展现 去做解释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几个主要的症状 好 这些精神病态者主要的症状 待会我会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去谈 他们在人际关系 他们在情感呈现跟人际关系里面 会有的呈现 而第二个傾向就是 他们具体上在社会 社会上的偏差行为会有哪些 我们先来看 他们情感跟人际关系的呈现 第一个 他们的特色就是油嘴滑舌 而且很肤浅 什么叫油嘴滑舌很肤浅 简单来说 就是他们说谎不用打草稿 而且他们完全不担心被戳破 他们被戳破的那一刻 像我们研究危险行为 有时候一般心智正常的人 没有人格为常 戳破你会发现他有焦躁反应 对 但是这些人被戳破 他马上可以转场 他完全没有焦躁反应 正常的人啊 他在一边说谎的时候 他脑子想的是 真实的真相 可是在这种人身上的时候 他在说谎的时候 他脑子是没有所谓 因为他就会觉得 他说的就是真相 对 他其实脑子里面 可以有多鬼事实 可怕可怕在这里 就是说他知道真相是什么 但他也知道他谎造是什么 但他在谎造的时候 他的认知里 没有觉得他在谎造 他只是 好了 平行宇宙啦 就他脑子里面 可以有好几条平行宇宙 所以你说 这个你可以想一想 就是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 而第二个现象呢 在行为上呢 就是自我中心 很会装模作样 白话文就是假鬼假怪 而且你有沒有发现 这种自我中心的呈现 在现在网络时代 有时候会飙 很多网红会有这种状态 那不就是网红 他们红起来的第一个要素吗 对啊 对啊 你看哦 他里面作者就写到 有一个精神病态者 因为犯了很多的罪 然后坐牢 包含抢劫 性情和诈欺 那有人就问他说 自己有什么缺点 他居然面不敢 改色地回答道 我没有缺点 除了我太过关心人之外 然后 然后这种装模作样 其实在我们的 真实的行为里面 譬如说 你会发现 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他可以 他其实明显地被犯罪 就像我们研究危险行为 有些连续杀人犯 在法庭上面的 自我呈现 你完全不觉得 他认为自己做错事 可怕在于 他们的认知 真的也不觉得 自己做错事 他们只是觉得 自己运气不好 被抓到 对对对 这蛮多书都有提到 对 所以像前两天 那个日本的 那个电车 他是明白的就是 我就是要让你们来抓的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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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其实有时候 我们很难去分辨 别人 你看哦 现在我们随便 PO个脸书 PO个IG 他到底是 他其实是强化了 人很多的装模作样 而且他还 而且非常自我中心 你有没有发现 而且他还歌颂这件事情 因为会得到很大的好处 对 你越会做这件事的时候 在网络的这个土壤里头 他会长得越好 所以我说这本书 超不讨好也不讨喜 在现在的时代 对啊 可是如果你想要 你的人生如果看得很长的话 你想要让你自己 永保安康的话 其实这些知识是需要的 再来下一个行为就是说 下一个人际倾向就是 毫无悔意和罪恶感 这应该很容易理解 我们刚才讲过了 对 这些就是在这一个作者 叫做罗伯特海尔博士 哎呀 我们刚刚忘记介绍作者 我知道你忘了 所以我才提一下 作者很重要 因为这书名实在是 太吸引我了 所以忘了介绍作者 对 念一段话 他说精神病态者 缺乏悔恨或愧疚 他们习于将行为合理化 就算他们的所作所为 使他们的家人朋友 同事 或者其他规矩的人 感觉到震惊或失望 他也不肯负任何一定责任 牵错完错都是别人的错 然后你会发现 他是找借口高手 而且他在找借口的时候 如果你不仔细听下来 去研究他的语言逻辑 你还会觉得 听起来有力 都厉害的啊 那都别人啊 听起来他们 所以你看 这本书为什么 他说他不涉及心理动力 因为待会后面会讲 这一些人 他学了很多心理动力的东西 他有太多的方法 你没有照顾我的内在小孩 很多的被动攻击 有没有 你这样让我很不舒服 他是要怎么样让你更痛 操弄 对 我要讲的事情是 听起来他们 有几个能力 是都有表达能力要好 没错 所以第一条叫油嘴滑舌 表达能力要很好 一个太不懂得用语言的人 还反而就是 就是不会那么典型 然后再来就是 他们听起来 智商都有一定的水准 而且你看 当他们的犯罪行为 如果真的被证实 而且被抓到之前 几乎多数人对他们的评价 都是充满魅力的 都是充满魅力的 都是聪明的 一直到你足够靠近他 你也在他的可伤害范围 你就惨了 你就惨了 真的好可怕 对 然后再来下一个 人际倾向就是 他们缺乏同理心 这里讲的缺乏 并不是比较少 是真的没有 反应比较慢 或者是还未开发感觉 是没有 是真的叫没有 这跟他前面就是缺乏 羞愧感 罪恶感 应该是有联动的 有关联的 那当然如果你想要 比如说你有高度怀疑 自己身陷这种危险理 那我很鼓励 你可以拿这本书来看 他说 精神病态者是对任何人 都缺乏同理心 他对其他人的权利或痛苦 都不值得一提 不管家人和陌生人都一样 我这边再强调一点 性别上也是一样的 不要觉得 只有某一种性别 才比较多 两性它只是展现的典型不同 对因为男性他本身的这个武力值比较高 对 所以比较容易被认出来 他在冲动行为上是比较容易凸显的 可是事实上在这本书 我就不讲细节 因为里面说很多 其实你读了会有点不舒服的案例 可是他却无比的真实 是 这样子 就是比如说女性 像一个叫做死亡护士 我都有听过他 杀了二十几个还三十几个很可怕 很可怕 很可怕 一直到他被抓到了前一刻 他在照顾的那个病人 还觉得他是全体下最好的护士 你知道他多会包装 他多 而且你知道 你想想看 不要说什么 今天我如果不小心 你手放在桌上 我已经压到 你尖叫一声 我都觉得 哎呦很难过了 他们是杀了人 杀了不止一个 他可以如常的正常生活 所以完全合理的解释 只能说 他脑子里面没有这一块 他的身心没有这一块 他跟你我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 这些精神病态者的时候 我们常会有一种 他们一定疯了 不 他们没有疯 他们在他们的世界里正常无比 甚至于比你还正常 他的心跳血压 什么东西都是正常的 对 他的所有的生理反应 所以 其实像那样 这样的状况麻烦就在于 就是说 有时候 针对他们的状况 去做生理上的测谎 也不一定会能够凸显出来 是 OK 好 然后再来下一个 叫做爱骗人 爱操控人 刚刚其实有重叠讲到 这边 讲一个我们的主持人 Paul Ackerman 他说的 他说 这些人他们在 说谎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因为 想要得到一些好处 去说谎 对不对 但这些人呢 Paul Ackerman说 他们的谎话 不一定有明显的动机 你知道 就是说谎成性 对 他们说谎只是为了 因为这样子很开心 叫做 Paul Ackerman说 叫做欺骗的喜悦 他们纯粹享受那个喜悦 他们不是因为他要得到一个东西 或者自此一个行为 去说谎 没有 他可以完全没有动机的状况底下 任意的说谎 单纯是他开心 他就说谎 对 没有错 好 然后当然生理反应 在很多科学研究就发现 他们 他们其实在主观的生理反应上 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撒谎 所以在他们 在他们的心智里面 其实是活着无数个平行宇宙 然后每一个逻辑在某一个宇宙里都成立 希望你听到或看到这边 不要想要转走 这是事实 OK好 那下一个就是情感浅薄 就是前面已经有提到了 就是说他这边用一个很有趣的形容词 是一个心理学家叫强思 他说的 他说这群人 他们对情感的状态就是 他们只知道歌词 但是听不出音乐的旋律 意思是他知道生气是什么意思 但是他不会感觉到 我让你生气 你有什么好生气的 然后在实验室的这个生理记录 发现这些精神病态者 他们不会产生和恐惧相关的生理反应 他没有恐惧这一个反应 没有恐惧 所以也就等于没有罪恶感 也不会对他人的 因为自己造成直接间接的伤害 有任何的负罪感 完全没有 所以不知道怎么接了 对 我有点难接 对 所以 可是 但倒不是说 我在那边也要提醒 倒不是说 每一个精神病态者 他一定都会导致最伤害性的行为 是 其实那个 有一个心理学家 好像叫Farlane是不是 他自己就是说 他自己觉得他有这几块 不是觉得 因为他是常年研究 对 这种人的大脑噪影嘛 对 然后他有一次把自己的大脑噪影混在那些案例里 他忘记了 结果一看就 这个人就是啊 就一脑子 然后他去研究他的状态 是 他算是我觉得 就是说在 可能在 待会后面也会谈到先天和后天的论证 是 他说他在养成的过程当中 其实 母亲有给他很大的滋养 我记得 这个讲要很小心 因为万一 有人的孩子就遇到这样 他就可能有罪恶感 是不是我没给他很大的滋养 所以这个 这个 对啊 好 对 只能是 帮助之一 如果有很好 对 但不等于有了就不会避免这件事 所以他从来就不是先天或后天的单一因素 是 他是多因素总和起来 甚至于 那一位心理学 那一那一位神 那应该是他是神经科学家 科学家 他自己也讲 他说 他他其实不太 因为他们做研究要带研究生嘛 他其实不太在乎研究生的喜怒哀乐 他派研究生 给研究生任务等等 看那边的爱北教育部 他真的毫无感觉 但他慢慢的学会怎么样 对待别人 至少不会造成伤害 他自己这么说 他说他这个是要用力去学的 是 不然他根本 说白了 就是有一些 你觉得应该不用学 就应该会有的反应 对另外一群人来讲 他真的不是一个 很容易就出来的 没错 的反应 或者一种情感 或是自然而然 你所谓的人性 在他身上不一定是成立的 对没错 所以在接下来的话呢 有了这些在人际里面的现象 他们的行为典型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冲动 这边的冲动呢 其实 这是翻译的问题啦 但我自己读内容 我会觉得就是 因为自我中心 造成的想要立即满足 所以他没有考虑任何的后果 OK 所以 后果对他来讲没有意义 因为随时他都可以回答鬼啊 对 对 对 我们常常 supposedly觉得 人要有一个 完整统一的 自我认知跟逻辑 对不对 但这些人没有 对啊 因为在他的世界里 如果你刚才讲的那些 你就可以想象是 他是一个 就是一个真空 他自己的状态 然后他用他自己 所有的状态去行事 他完全没有他人的 对 概念 他课题对他来讲没有意义 对 所以后果也没有意义 对啊 对啊 然后再来呢 第二个就是自制力很差 这边的自制力是什么呢 就是 他们如果是被激怒了 或者是如果 被攻击了 他们的那个反击行为 是非常非常 立即的 是非常非常 不会有任何 不会有任何修饰的 是 一旦他 真的认真的要跟你表现出 生气的时候 其实反而是 反而是操弄的手段之一 所以 你刚才想到什么 没有 我想到人 但是我觉得不方便讲出来 好 好 嗯 好 所以你看像有时候 我们在网路上当吃瓜群众 看到有人的那些反应 我最近真的超有感的 因为几个国际事件之后 我就发现 不要轻易相信第一个爆料的人 对 对 其实某种程度上 他的第一个爆料 说实在很有可能是 冲动加自资理查 对 然后他只是为了 当下自己的满足 某一个需要 然后他 他完全没有去 他完全 不是 不是完全没有顾虑 在他脑子里面 根本没这一块 嗯 他没有认为需要顾虑 是 所以现在 所有的公众事务 我都会觉得要让子弹飞一下 对 对 说得好 就是你要 你真的不确定半个月后 对 这整个风向 会大翻转 然后 好 就算风向改了 是不是伟真 你也还是不知道 我想到你 你想到什么了 就是 也是靠 靠说话吃饭的 那一群人的状况 对不对 我们继续 好 再来下一个行为 就是他们追求刺激 追求刺激呢 你觉得应该要怎么理解呢 就是他们对于 他们对于那种 感官的刺激 就像 比如说我讲个极端一点 有些孩子 他在虐待动物 嗯嗯嗯 然后有些人 他 有些连续杀人犯 他们杀人的动机 到最后只能很苍白的说 只是为了爽 对 就真的有研究说 他就只是想看到 他们死前的那个表情 对 然后 你说 这边还有一个论证 就是说 那你说这一群人 如果去做一些 高危险性的工作 不就刚好综合了吗 有没有 他说不是 嗯 因为这一群人 比如说 去当军人好了 去最危险的地方 出任务好了 他们是自走炮 他们不会管同僚的 哦 然后他们也不会 因为他们没有 和群的概念 他们没有和群的概念 然后他们到 他们手上拿了武器 他们 他们 以杀戮为乐 嗯 不管杀的是 所谓的敌人 还是同僚 不在乎 嗯 很可怕吧 很可怕 可是这种人 其实 嗯 是存在的哦 好 好 再来 下一个 缺乏责任感 好 没有责任感 就责任感 这件事应该蛮白话 我们不用解释了啦 是是是 就是说 我们会想到行为的后果 所以我们会让自己做一些 不伤害他人 也能保护自己的行为 嗯 好 或者是让自己 未来长远的利益极大化 就像我们常常讲 无限赛局 嗯 在这一群人里面 没有所谓的无限赛局 嗯 他一次能把你吃到底 就吃到底 嗯 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会 比如说在商业合作上 我们会觉得 哦 应该不会这样吧 哦 待会后面我会讲 其实 看人真的要看动作 我现在 你真的不要听他的宣称 我现在对于 不会这样吧 嗯 有深刻的理解 就是 该做确认就是做确认 对 不管你有多喜欢他 对 没错 嗯 而且妙就妙在 这一群人在刚开始的时候 会让你非常喜欢他 对啊 因为他们知道怎么操弄嘛 我们就常常说 油嘴滑舌 回到第一条 对 我们就常常说 我们就常常说 如果你发觉一个人 好迷人 你深深被他迷住了 你永远要记得 他在迷 你 不是迷你 不是迷你哦 是迷 你 迷你 好 OK 好 然后再来呢 还有一个蛮典型的 就是这一群精神病态者 他们的 耗发率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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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叫做 他从很小 可能大概 具有基本的行为能力 大概三四岁 就会出现一些问题的行为 嗯 比如说 对小动物很残忍 嗯 因为他还没办法攻击人嘛 是 他只能攻击那个救手的小动物嘛 是 或者比如说 几乎可以完全 没有任何负罪感的撒谎 去陷害自己的手足 或者是同学 去伤害自己的手足 对 然后你会 你会觉得 你知道因为 看上去是一个小孩子的样子 就说 孩子不会吧 他可能只是认知上理解错误吧 哦 这个要教他 嗯 还是要教他啦 没有 还是要教他 对 但心里头还是要有一套线这样子 对 对 这好多心子专家应该听到这边觉得 真的就爆炸啦 因为如果从 为什么这本书的作者就说 他这本书最被诟病的 虽然卖得很好 最被诟病的就是 他不涉及心理动力 嗯 对 可是 你反过来想想 如果这种在 我们从一个 聚观的角度 从演化的角度来说 这是一个会必然出现的概率的话 是 那我说实在一点 你的所谓心理 心理动力的那些论证 其实是被这些人学去 更容易操控别人 对 对 你没有照顾到我的内在小孩 我做一个 我听到这边目前的理解 也是我个人在理解这种事情 我觉得我一般来讲 不会先假设 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人 对 当然不能这样 就是 但是你要有敏感度 跟你要有知识 就是我还是先以 可以跟人好好在一起的方法互动 可是你一定会有 因为互动不会马上变得很深刻嘛 所以你在过程当中 一定会有一些蛛丝马迹不对的时候 心理在不对的时候 你要有能力保护自己 于是我们这个时候 再拿出这样的一个角度来 检验或者来看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健康 因为你完全不看 或都只用这个角度看 你都不会 你都不会开心 其实不管是 这本书的作者 还是我个人的角度 我站的态度就是 你跟任何人相处 你刚开始一定是 与人为善 因为你这样自己会比较快乐 但是在过程当中 你一定要从几个角度 你一定要从几个角度 第一个 你跟他之间 你们发生了什么行为 不要去用 不要太用感觉 就是具体的行为什么 然后造成什么 事实 事实是什么 然后最后 引发出什么结果 就像 比如说 有时候我们在消费上 比如说 我们最近遇到 这个家里的保全系统 要做一些更换 对 这种纠结 有时候你知道我们 就会纠结在于说 我花这个钱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事实上 如果你家要换个门锁 最重要的关键的事实 在本质 无论你情绪如何 在本质上是不是安全 是啊 对不对 所以有很多时候 你知道这些 善于操弄人心的高手 他就会其实 常常吊包你的感觉 去吊包你的意识 让你进入那个感觉 但是 事实上我们在了解 这些状况的时候 我个人觉得 这本书虽然不讨好 也不讨喜 但为什么我说 它生存必读 因为你只有 看透了这些之后 你才会在 跟任何人 既相处里面 既保持与人为善 因为这样子 会让你快乐 但是又能够清楚知道 关键在于 你到底做了什么 你做了什么事情 的事实是如何 而造成什么结果 对啊 而不是在那些表面上 你知道有很多人 很会用情绪攻势 用愤怒 是促使你屈服 或者是情绪勒索 再被动攻击 你看我那么可怜 你不帮我 你忍心吗 操弄 对啊 那你为什么 那你为什么不自己站起来呢 你为什么要把你的问题 丢到别人头上呢 对啊 所以像我们学院很多嘛 我们多多少少 会闻到一点味道 有啦 其实有啦 闻到那些味道的时候 在他前面有一些行为反应的时候 你要很清楚你的立场 很清楚让他知道 你在这边 你没有要去改变他 你千万不要觉得你可以改变他 对 可是你要让他在你这边 是吃不到任何好处的 对 当他发现 你在你这边没有任何好处 他会去找下一个人 没错 他无法 今天最后我会讲 所以虽然 这本书在讲的过程不舒服 但你一定要坚持听到最后 你怎么样保护好你自己 OK那最后一个行为 就是他们成年之后 都会有明显的反社会行为 这边讲的明显 当然是 事发被抓到之后非常明显 可是过程当中 其实你会看到 比如说他们常常 会有一种认为 就是说社会的规范 不方便又不合理 这会不会让你想到 有一些人很标榜 自己某个意识形态 要去抗争权威 对 我知道权威是一个病态的控制 而且我也本身很 很反对权威 因为那是极权主义的开始 可是事实上 当你太过在那个的时候 你其实真的很难分辨 他 他到底在反抗权威 他在带着大家前进 还是他只是自己在说 对 然后他们 他们的说法 其实为什么非常的迷人 而且我高度怀疑 很多政治人物 都是这样的人 因为他们都会诉求 因为这些规范 因为这些期望 不方便不合理 害他们没有办法 依照天性跟愿望 为所欲为 所以你看 我们每次在竞选的时候 都看到标语说 反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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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其实是一个 很大的危险讯号 因为他透过去反那个 而且反那个东西 就大家会拍手 你知道吗 会同声叫好 你知道吗 终于有正义之声 你真的知道 什么叫正义吗 真的啊 所以我觉得 我们现行的一些制度 是真的可以再修改的 因为他真的很容易 造成一些社会问题 对 其实我每次讲到这里 我都很怕别人继续问下去 因为我真的也不知道 因为人类 其实这个就是伴随着 演化的副产物嘛 那人类在这么多 这么多万年的演化底下 其实还没有找到 一个适当的制度 我们只能说 在这个当下当中 我们怎么看清这个事实 然后保护好自己 但刚刚讲到的这些 人际的现象 跟行为的现象 其实对多数 没有经过专业训练 你大概只能抓到一个影子 而你因为抓到这些影子 要贴别人或自己 这样的表现 其实太粗暴 但是我个人 它里面虽然花很少篇幅讲到 但是我个人会把它 特别挑出来 有时候 我们当然不是 觉得每个人都有问题 我们是说 当遇到有问题的状况 你要知道保护自己嘛 对不对 我不觉得你一定有问题 但我先保护我自己 OK的嘛 对不对 就好像是 今天出门 它不一定会变很冷 但我多带一件衣服 总是好的 大概的概念 那你要怎么样去闻到 那个不太对劲的 刚刚讲的那些东西 其实它有专门的减合量表 但这边不谈 是因为它没写 因为那是 但是要进入专业工作才有的 那也不要流出来比较好吧 对 没错 它会被一些人操弄 对 那它里面有提到一个是 它花的篇幅很少 但我觉得太有 太有用了 就是 叫做 有时候我们在行为上 看到模糊的影子 不如我们在 它的表述里面 你这些表述 你只要用心听 你会听到很多 逻辑矛盾啊 不合理啊 这些很怪异的表述 你看哦 它里面有举例 比如说 有一个人被问到 是否有暴力犯罪的状况 他说 某个因为怯盗罪服刑 因为他有暴力犯罪的状况 他就被问到这个问题 他说 没有 不过我有一次 必须杀死某个人 他不会把杀死某个人 觉得是暴力行为 就是 这叫做正常人的思维 可是 你要知道一件事哦 如果一个人 能够面不改色 就像平常说话一样 说出那句话 没有啊 我没有暴力倾向啊 不过有一次 我必须杀死某个人 但这个是一个很极端 而且你在这个情境里 已经被我暗示了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有时候我们在 人际互动里面 有些人 顺顺地说出一些 其实逻辑上 根本是不合理的东西 你就被混过去了 是啊 你就被混过去了 你还一时半刻 因为睡眠者效应嘛 我们心理学而言 就一时半刻 你还被说服了耶 对 然后再来你看哦 有一个因为持枪械 坐牢的男人 听到证人的证词的时候 证人当然就是说 你有攻击我 然后他就说 他说谎 我那个时候不在现场 我当时真该轰掉 他那颗脑袋 他就在现场啊 对 你没有在现场 你怎么会轰 想要轰掉他那颗脑袋呢 然后还有一个哦 一个八卦电视节目 邀请一个典型的诈骗犯 这一个人呢 很不支持的 在说自己骗老人家的 钱的过程 那主持人就问他说 你知道在对跟错之间 怎么样划下界限吗 他说 我其实也有道德原则哦 不管你信不信 我是有道德原则的 还特别强调哦 那主持人再问一次 那你怎么划下这个界限 他说问得好 我不是故意要回避 不过真的是好问题 然后主持人又问他说 你真的把空白的委托书 放在公式包随身带着吗 他就回答 不 我没有随身带着 但公式包里有授权书 没有错 这什么逻辑啊 你会发现 因为我现在已经拆解给你听 所以你会发现 你会跟家里的反应一样 这什么逻辑 可是事实上 你真的在跟别人对话的时候 你真的有仔细的 嗯 去 去有一点敏感 而且你看哦 如果对方前面 已经有什么油嘴滑声 你已经觉得他 好像蛮自我中心的 我说这些讯号 不构成他一定有问题 但当这些讯号出来的时候 反正你在跟他对话的过程 你可以把你的耳朵竖起来听 今天教大家一个方法 把他录下来听 因为你在他跟他互动的时候 都会有情绪 当你有情绪的时候 其实你是 不容易想清楚的 不过这个要小心啦 嗯 就是因为现在会有 那个 那个 对对对对 法律的问题 好 就是 通常啦 在商务 商务互动 我帮家里补充一下 在商务互动的过程当中 在取得双方同意的状况底下 我就录音 嗯 这样子 嗯 对 好 因为 因为这个录音的动作 如果对方他真的有问题 只光那个动作 他就应该不会再去 再碰你了 嗯 因为他知道你的界限是清楚的 是 对 是 好 所以 像 像这些喔 那些听起来似乎合理 但是其实里面有内在逻辑矛盾的 你都要特别小心 嗯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现在看很多网红的公众呈现 你有没有发现 他的逻辑完全是矛盾的 然后大家觉得他好有魅力 嗯 所以 怎么办 我们是不是 一直在捅骂蜂窝呢 会不会 这一 这一个出去之后 我们 我们 我们被 我们被捅到没力这样子 不会 我觉得 因为真的会的人 根本不会来承认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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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听到这里 你会想说 这些因素到底是先天 还是后天的反应 其实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告诉我们 它是交互作用的 嗯 但也为什么要特别跟你提这个 因为 我知道有一些人 你可能会很难受的发现 你可能孩子有这方面的景象 嗯 他 里面写的很少 但是我觉得有必要说给你听 他说 你可能什么事都没做 总结在这个领域的研究 那我们仍然不知道 为什么有些人会变成精神变态者 嗯 整本书 他告诉你 他其实也不知道原因 嗯 但是他如果是一个继承 就会发生的一个事实跟结果 那我觉得 啊 我 我没有办法告诉你 如果你的孩子是这样 你该怎么办 嗯 他里面有说到 你要找专业人去协助 但是我只能说 嗯 自责对你来说 是 是很辛苦的 而自责其实真的没办法帮助你 对 因为真的不是你做了什么 或你没做什么 是 你还是先保护自己 没错 嗯 没错 所以像这本书 在大概约20年前 成稿的时候 他就说 翻开任何一本探讨精神病态的书 有关治疗的那一篇章 一定是最短的 这一类的学术书籍 往往只用一句话做总结 叫做尚未找到有效的治疗方式 或者所有方法均无效 真的 而且你会想说真的是这样吗 他里面在290页还说到 治疗可能会让他们变得更坏 嗯 再有一个研究说 在参加治疗性群体的计划的 这个精神病患者 离开之后再次暴力犯罪的比例 几乎是其他病人的五倍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有必要这么大声吗 你知道因为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因为有一些人遇到这样的人 特别是譬如说 刚好你发现你伴侣是这样的 有一些人那个圣母情结会出来 对啊对 圣母情结会出来 开始约他去上一些心理学的课 开始教他去听一天听一点 什么什么之类的 但是你知道这个研究 这些研究很遗憾地告诉我们说 嗯 其实听起来很不合理 心理治疗怎么会让他们变得更坏 但是负责治疗课程的人 毫无意外 就我们自己在实务工作现场 其实你只要稍微脑子冷静想一下 你就完全不意外 因为这些精神病态者 他们喜欢主导上课的流程 嗯 你会发现有些人很喜欢在 跟你争夺权利 在过程当中其实争夺权利 不管在同学之间的权利 还是跟你之间的权利 会 然后除此之外呢 他们上了这些课程 更增加了他们控制人的武器库 跟工具箱 还有语词 对 所以我每一次在做个案教练的时候 我都很有意识地让我的个案 尤其那种很喜欢讲那些 心理学标签的 或者是新时代的那些标签的 我都叫他说 你先把这些标签拿掉 你直接用你的白话告诉我 你到底怎么样 因为我是要去掉那个东西 因为那些东西的操弄痕迹 他一讲到 我的内在小孩如何 但那种东西你知道 当这些 就像我们在教学 也常常遇到很多人是 在各个课程里面 做一个shopping的心态 他其实只是想收集这些东西 然后回头 去说服别人 其实我没有问题 你才有问题 其实最大问题是他 所以 怎么办 下一句要怎么接 所以最后我们到底要怎么保护自己 好 很好 你终于问了这个 对 最后一个篇章 他讲到怎么保护我们自己 他说 有几个点 第一个点就是 你要了解自己所面临的状况 了解自己所面临的状况 书里面提的 我用我的白话文跟大家理解 就是 我们因为遇到这种人 或者是如果你必须要跟这些人相处 交手 或者你无法逃避的时候 你才会被勾起很多很多的情绪 而情绪就会让你忽略了事实 是 比如说他会用情绪勒索 比如说他会用情绪攻击 比如说他会用威胁利用 然后这个时候 你就会忘记或忽略了 你应该要坚守的底线是什么 这整件事情的本质是什么 是 比如说就像 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如果你就是要换一个门锁的用意 就是为了安全 那这中间你的厂商跟他说 你看我来这边跑了那么多次 有没有帮忙一下 其实这样也可以 有时候你会发现 我其实常常也去提醒 我们自己的同仁说 你的心软会害人 因为你没有搞清楚本质是什么 所以第一个 保护自己最好的方法是 你要了解自己面临的状况 这整件事的本质是什么 第二个呢 试着不要被外表或道具所蒙骗 这边讲的道具就是 你知道这些人很喜欢弄小花招 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很多渣男 或者很多玩弄亲密关系的 有没有 那些表面上的 有没有 然后比如说你真的要跟他分手 他就跪下来哭 你不要 你离开我去死 我告诉你 通常真的离开会去死的 不太会这样讲 我说实在的 OK 所以不要被这些东西所蒙骗 是 一样我刚才说的 他到底做了什么 他造成什么样的事实 他造成什么样的事实 跟他的结果如何 从这几个 而且如果你真的需要跟他相处 这些东西应该在你们互动的初期 很多东西就有 就有一些苗头出来了 好 然后 下一个呢 叫做 这个厉害了 不要带着滤镜跟人交往 滤镜是什么意思 就是美机模式啊 不要把人都看得太美好啊 对 所以我常常 我常常会吐槽那个什么 积极思考 正面思考 那我也觉得 负相思考是很不好的 因为他会让人 请你正常思考就可以了 对 你回到正常思考 你不用正面思考 你只要正常思考 你回到真实思考 你有在思考就好 对 没错 然后 再来呢 就是 当你身处 哦 这也很重要 当你身处 风险高的环境的时候 保持高度警戒 什么叫风险高的环境 因为我发现 那些诈骗犯 特别喜欢找独居老人 哦 诶 或者是我们常常有时候 被骗都是在独身 出去旅游的时候 对 我正想讲一个美国电影 可是我突然忘了 刚好是那个谁扮演 最近的一个电影 他就是在骗老人家 然后他是个女性 那个女主角是个女性 嗯 然后他真的是 对 我觉得完全符合 对 因为所谓风险高的环境 就我们 我们其实已经脱离了 社会的连结 或者是我们在一个 极度需要 这边就有写 唸给你听 他说 比如说在单身酒吧 你会去单身酒吧 意味着什么 你寂寞嘛 空虚寂寞这样 觉得冷 觉得冷嘛 社交俱乐部 度假胜地 邮轮之旅 国外的机场 这些地方 包含独居 这些都是高风险的环境 因为反过来说 这些精神病态者 他要找猎物 也比较容易在这里找 嗯 好 然后再来 最后一点 这有说跟没说 感觉上好像没差 但是很重要 因为他是本质 叫做你要多了解自己 是 我常说 偷车贼不会偷 最好的车 他只会偷好偷的车 你不了解自己 某种程度 就像我遇过一个学生 他想创业 但他内在有一个 很大的议题就在 他太需要别人捧他 嗯 我就提醒他 你因为这种心情 你就会找到一群人 透过这个来操控你 来欺骗你 嗯 所以我觉得了解自己 并不是要把自己当 变成是一个玩人 而是知道自己 有哪些地方 可能是需要修炼的 哪些地方是坑 当有些人 特别对照那个坑 比如说 你知道你很需要 别人称赞你 但当你遇到一个人 他很刻意的 非常称赞你 让你很舒服 让你觉得好迷人 记得他在迷你 是 对 是 所以 你今天真的很想 跟大家分享 你整本书的重点 几乎快讲完了耶 就社会教育啊 因为我猜啦 一般人 你真的对这有兴趣 你听完我这讲完 你就会买书来看 对 但如果你单纯的 只是补充点知识 你这样听一听 有个概念也好 也很好 我真心觉得 我真的把他当社会教育 因为他真的不讨好 也不讨喜 可是 他好重要 嗯 我们如果 在生命当中 对于这方面 有一个更务实的认知 其实你才真的能够把你的 心力时间 你的爱 给那些 嗯 真正值得的人 真正值得的人 是 好 所以呢 今天介绍这本书 没有良知的人 嗯 我想大家听了 一定真的很有感 你如果能坚持 听到这里 一定是你对这一题 很有兴趣 不然就是你可能 曾经跟这些人交手过 所以你想要更认识他们 那这份 想要多了解的心情是好的 那我还是记得 提醒大家 不要把你身边的人 都想成这样的人 嗯 还是要有意识的去区分 哪些是你自己的 哪些是对方的 然后记得 如果你真的 不幸遇到这样的人 不要想要去改变他 不要想要去救他 你要保护好你自己 真的 保护好自己 是 其实我也常跟大家讲 不管你身边 是不是这种人 都不要轻易的 想要救任何人 对 不管他是不是这样的人 都不要觉得 讲到这个 其实精神病态诊 经常是会用 救别人作为包装 所以很多邪教的教主 都是精神病 不是 几乎所有邪教的教主 都是精神病态诊 好像是 对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先介绍到这边 我们今天时间好长 好长 真的 对 那真的邀请大家 去购买这本书 就是 虽然它有一点时间 2017 可是因为它真的是 一个值得的书 经典 它很经典 我觉得它里面 其实因为像前面 我们介绍的书 很多都是从神经科学的角度 做很多的解析 好处就是 你会知道生理结构 但坏处是 你会看不懂 而这本书 它里面讲了很多的案例 因为它本身是 临床的精神科医生 出身的 所以它其实是用 临床加上 科学的一个手法 所以它里面 写很多案例 但也要提醒 你读案例 一定蛮不舒服的 因为他们的案例 就是精神病态者 会有很多剥削 跟虐待的情节 对 好 那真的谢谢你 听到这边呢 我接下来 还要接下来啊 没有 已经快50分钟了 你还要接下来啊 我有点到最后 语言论词 对我有感觉 对 那我们之后 会继续推出 更多更精彩的内容 谢谢你的收听 拜拜 拜拜 拜拜